大家好,欢迎来观看我们的GDC电脑简单系统培训视频 在这视频里我想示范一下如何修改菜单或者价钱 首先输入密码之后右点,在旁边的walk-in,外等,谈吃或者什么 就可以改这些选项的名字 需要改中文的话,需要开始这个输入法 然后就用control加空格来切换成英文或者中文 然后就可以任意改这个名字 修改完,点击save保存 然后可以在下面这个地方选择其他的选项 点击到外等里就能看到菜单 在左侧都是菜主 你可以又点一个菜主 然后就可以在他first-in的地方和second-in的地方改他的名字 在右边也有delete this item 就如果需要把这个菜主删掉就点击 然后你点击notact的时候 你保存网不会退出 然后在右边这里你可以选其他的组 就不用退出来再选 然后点击add new item便可加新的菜主 加完按保存 退出 然后我们可以在下一页看到我们刚刚加到测试主 如果要修改一道菜的话 就又点这道菜 然后需要改很多菜的话 就点击not exit 然后你就可以改他的first name second name 英文名字跟中文名字 也可以改他的价钱 在price zero 一般都在这里改 改完点击save保存 然后一样可以在右边这里选在同样的菜主 其他的菜 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add new item 加一道新的菜 我们可以就以这样的方式加个测试菜 加完澳保存 然后再门到最后一页 就可以看到一个测试的菜10块钱 然后也可以点右点进去按delete item 把它删掉 这些修改也一样能改名字 改价钱 改完之后按保存 改完之后按保存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修改方式被改过了一块鞋 现在我们把这个改回去 如果需要冲排顺序的话 你可以就右点这菜主里的菜或者什么菜主 或者是菜的修改甚至 然后就可以点进去按右边的sort 然后你就可以按你需要的顺序重排一个一个点击过去 就可以重排这些菜 比如说这些菜主也一样可以重排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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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排完按sort保存 然后点击退出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